HELLO! 早安! 各位幼財書院的同學 我們今個星期來到第四課 我們今天都會繼續做Scratch 經過頭三課 大家都會用了Scratch 以及開始做一個小遊戲 我們今天都是做小遊戲 不過再加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 事不宜遲 立即進入Scratch 和大家一起去玩小遊戲 我們來到Scratch 我們就一起做一個給大家看 我們看到有貓貓 還有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叫Gobo Scratch是比較常用的人物 Gobo在天空走來走去 其實它是跟著我們的X座標 Gobo就會向左 Gobo就會向右 貓貓跟我們之前一樣 只是在下面走路 我相信貓貓的部分大家都會做 當我們按著這個角色 會發生什麼事 原來Gobo很頑皮 它會把蘋果掉出來 一路扔下來的時候 如果突然中貓貓 你看貓貓的樣子 貓貓的樣子就會由笑口細細 變成一個交叉眼 眼神 ti-an 看不看見我們在左上角 再次有Hp Dembe 最初添加10 今次有Lun Sang作袋 我們就一起做,好嗎? 我們又是開一個新的project 第一件事記得改名 我們也叫Testing for 我剛才做過 我就叫Testing for 然後我就加上自己的名字 好,我記得在右上角那裡 稍後會有得save 到時我們稍後再save 好,那我們現在先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貓貓 還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我們先選一個背景 右下角backdrop 我們選Blue sky 還有一件事,我們先把貓貓拿到地上 它不是零空飛 來到這裡 記得跟我們之前一樣 都是拿一隻綠色棋子出來 然後就要教Motion 藍色那裡寫Go to 現在我們再檢查一次 貓貓在X座標是9 Y座標是15 跟我們這個Go to是一樣的 我們先把貓貓拿出來 好,記得去檢查一下 對嗎? 就算貓貓拿到哪邊也好 都會站在那裡 我們很快地拿回貓貓的動作出來 我們這次只是走左走右 所以我們按Event的時候就可以了 然後就算是把插頭的動作出來 另外還有另一個插頭的動作 和另一個插頭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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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同一個插頭的動作 我們現在會向左走 向右走 我們還要拿來持續的動作 就是Change X by 10 以及如果往左就是 還有如果往左就是Change X by 3 好,跟著有一件事 我們就是要他的臉 記得這裡 pointing direction 90度, 向左是-90度 還有一件事, 我們記不記得向左是怎樣? 反轉了, 所以我們要由頭來過 我們就要記得這個 Set Rotation Style 現在貓貓很乖地向左向右走 這裡就是我們要控制的東西 我們先放在右邊 記不記得貓貓我們經常說他有兩個Costume 我們要做Repeat Forever 就是Change Costume 這個Next Costume 然後我們就等一秒 轉為0.5 我們在綠色旗子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貓貓這樣移動 然後向右走, 又會移動 好, 那麼貓貓就很乖 跟我們以前的做法一樣 我們完成了這個部分 好, 那麼我們先停止它 來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麼我們就繼續 好, 我們就要做Gobo Gobo就是我們在右下角 選擇Sprite 我們先選擇Gobo 如果知道的話, 就可以選擇Gobo Gobo 這樣就可以出來了 好, 但我覺得他太大隻了 那麼, 我們的Size 那裡就調80 80也太大了 我們試試60 嗯, 60差不多 好嗎? 好, 那麼我們想調整他多高呢? 我們又是 既然看到我們X座標-179 以及Y座標128 我們把128那裡改少少 我們變成Y等於130 X那裡不用理他 那麼Y等於130呢 就變成Gobo在上面走 那麼我們又是要做一個 Green Flag Click 那麼他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那麼我去到哪個位置好呢? 如果我立刻 拿GoToX 那個出來呢? 他就會怎樣呢? 我們又綠色棋仔 好, 他一定去這一格 但是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我們想怎樣呢? 我們想呢 是不是那個 那個Gobo呢 會跟著我們的Mouse那裡走 如果跟著我們走的話呢 那麼我們就要做少少東西了 那麼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 我們的 X座標 就是要改一改 那麼我們X座標改些什麼呢? 那邱Sir就教大家 X座標這個要改 那麼另一個位呢 我們就要找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我們不是在藍色Motion那一格 而是Sensing那一格 好, 讓我先給大家看 Sensing 好了, 跟著呢 你會看到的 有很多 我們叫做Detecting的東西 就是呢 會因著我們的Mouse 或者因著角色去撞到另一個東西 那麼我們呢 就會有改變 那怎麼辦呢? 那麼我們呢 就 在Sensing那裡 選擇一件東西 我們滾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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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看到一個叫MouseX和MouseY MouseX和MouseY是什麼呢? 好了 那就是我們說MouseX座標和MouseY座標 好了 那麼我們 如果 如果的話 我們把MouseX放到X座標 好了 那麼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按下綠色旗子了 咦? 為什麼都是不動的? 沒錯 因為我們只是教了 開始的時候 他做多少次呢? 做一次 做完一次 做完一次呢 收工 所以呢 我們都是要做一件事 不斷重複 repeat forever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吧 是嗎? Gobo 現在是不是跟著我們呢? 跟著我們就非常好 行不行? 好 接著我們去到下一步了 下一步就是 我們要看一下 Gobo 它會擲蘋果 擲蘋果那怎麼辦呢? 怎麼擲擲蘋果呢? 你會看到的 我們剛才是擲很多個蘋果 不是擲一次 是擲很多個 那我們就一起做一件事 我們呢 按Sprite 我們選擇Apple 好了 那你會看到的 Apple有這件事 好了 但是呢 Apple第一 這麼大的時候 擲死貓貓 我們先把它的尺寸改成80 80就差不多了 跟Gobo差不多大小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如果 如果 我們一開始不想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要按 綠色棋子 然後呢 它一開始就要怎樣? 就要消失 就要消失 那怎麼辦呢? 消失 那不就看不到 你看一下 是不是沒有了? 但是我們要教它出來的時候 我又不想只出一個 那現在邱Sir 就教你一個新的方法 我們呢 去回Events 那裡先 好了 見不見到 我們這裡 我們有些指令出來 就是有些事件出來 然後呢 我們下面control那裡 就有橙色 深橙色那裡 就有最底底的部分 這個呢 我們未見過 也都沒有用過 這個 When I start as a clone 好了 clone呢 是什麼意思呢? 複製 或者是複製人 那當然呢 這次我們用蘋果複製 就複製回蘋果 如果是貓貓複製 就複製貓貓貓 那我們這次 記得選擇清楚 我們是蘋果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呢 就是要有一件事的 我們綠色旗仔 開始了 把蘋果藏起來 不過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是 要不斷去重複 剛才橙色那裡 好 然後呢 他就會拿了一個 我們叫做 Create clone 的東西出來 他就 Create clone of myself 或者 其他不同的 我們做蘋果 那當然是 myself 好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其實我們不斷 按綠色旗仔 的時候 他就已經 顯示了 但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他顯示在哪裏 不要緊 我們再加多一步 我們 When I start as a clone 我們複製出來之後 就要怎樣? 我們就要 第一個 定位到 Go to 不是Random Position 就是Go to Global 因為他從天空降下來 在Global 掉下來 我們就要 Go to Global 然後 就要 Show 剛才 High了 我們就要 Show 記得 邱Sir說過很多次 High和Show 永遠都是一對一對的 如果你只是Show 沒有High 永遠都不會消失 反過來 如果你就是High 忘記Show 永遠都看不到 行不行? 來到這裏 When I start as a clone Go to Gobal 然後還要 Show 那已經顯示了 但是 他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起看 Oh my god 蘋果是否跟著Global走 但是Global就被蘋果遮住了 那就大件事 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先停下 好 他複製得太快 所以我們又要加個什麼? 加個 Wait 0.5秒 0.5秒 好 第二樣 就是 我們那個 蘋果 放手 會怎樣? 會跌下來 怎麼做到它跌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跟我們之前 有點像 我們拿個 repeat 10 times 出來 跟著 我們 他 就是 蘋果的 X座標 還是Y座標 會變 上面 跌下來 打直跌的 就是Y會變 所以我們就是 Change Y by 10 好 我們試一下吧 咦? 發生什麼事? 因為跌下來 所以要 Change Y by negative 10 對嗎? 但是很明顯 有排都還沒到地下 那我們就要怎樣? 要是 我們就 Change Y by negative 10 配搭 要是重複 我自己 就喜歡重複 因為跌得更好 所以我們重複20 times 咦? 差不多了 如果我想它跌到地下 那我們就 30次 是不是? 做得很好 但問題是 跌到地下 我想它消失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在 Repeat Change Y by 10 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要 消失了 消失 我們就要按 HIGH 又要拿走 是不是? 跌到地下 它是不是 消失了? 但你說 我不想它這麼快 消失 想它跌到地下 可以等少少時間 那我就等 等 等 我們在HIGH 上面 0.5秒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 那 那我們 大致上就做到了 我不想它留那麼久 我們改到0.2 好 那我們 貓貓做了 Global做了 丟蘋果都做了 那 Basic的東西我們都做了 但問題是 就是 現在 我們的貓貓呢 剛才在片段裡面 它是不是會變樣子 它會變什麼樣子? 它 它就是被蘋果打中的時候 它就會很慘 頭 就會 痛 接著 它的眼睛 點點 就變成交叉 對吧? 那我們怎樣做交叉呢? 那我們 這裡 就教大家 Spite 1 我們先改名字 我們叫做 Cat 可以嗎? 好 接著 我們 按Costume 既然看到 我們有1 2 1 2 就是我們剛才一起走路的地方 接著 現在邱Sir就要教大家 我們用這裡的Panel 究竟可以幫貓貓 怎樣大變身 行不行? 好 那我們 這裡的Panel 有一支 一個Mouse 叫做Select 就是點選 可以做些什麼呢? 好 我們 拿走貓貓的頭 看見到右手邊 貓貓就會分開了 把他頭搬到右邊 當然我們不是要他斷開頭 好慘 那我們怎樣? 復原先 復原是怎樣按呢? 在這裡 對 按兩次就會回復原狀 好 第二樣東西 有一個 有一個Mouse 加點 叫做We Shape We Shape 我們看看他的口 我們點選他的口 是不是有一個藍色線 既然看到有一個點點出來 就是了 如果我們按著點點的話 就可以 把他的圖案變成形 貓貓的樣子 立即變成 嘩! 抹開口 沒錯 這個可以這樣做 下面還有填色 拆膠的樣子 我猜大家都知道 但現在我們要做第三個圖案出來 我要按Costume 2 然後右鍵 有個Duplicate 複製 我們現在Costume 3 我把它改名 叫做O-U-C-H O-U-C-H 好 被蘋果打傷 當然很慘 頭痛 叫Ouch 好 我們先用剛才 現在Costume 1 2 我們不要搞他 Costume 3 叫Ouch 然後按Reshape 把他的圖案變成形狀 好了 大致上變成你想的形狀 就可以了 對 好 變成I 很慘 如果你喜歡 把他圖案變成紅色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抹開口 抹開孔 我們喜歡的填滿他們 你看看 按了按鍵 就變成像狐鬚貓 這樣 小心點 記得選擇他的口 對吧 好了 那我們 貓貓 第一步做完 但問題是 好像 我們還沒做到那隻眼 那我們怎麼辦 就要把上面按點選 然後 再按Reshape 中間我們只要一隻眼 就抹開 我們點選一隻眼珠 抹開 問題就是 我們要加一個 靠叉 除了這樣畫 我們可以按T T就是文字的意思 我 在貓貓 我身上就要按X 按Shift 加X 就會變大階 如果不按的話 就會變小階 兩個都可以 好像小階 我們要小階 我們要小階 我們大那個就不要了 好 接著轉用Selit Mouse 把X 搬進去 太大個 不要緊 我們縮小它 好 這裡 看大個 我們縮小它 好 現在貓貓 如果被蘋果打中 Ouch 就會變成像 靠叉眼 但我發現 原本貓貓 沒有顏色 好像比較漂亮 我們還是先調整白色 口是白色口 然後 突出後 才變成紅色口 好了 我們現在這裡 做了 它的圖案 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去Code 那裏 我們就要 試一試 我們按綠色旗仔 咦? 你有沒有發現 貓貓 它是否還沒打中蘋果 還沒打中蘋果 它已經變成 第三個樣子 Ouch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剛才 Costume 是有1,2,3 就是Ouch 現在 如果我們用Lix Costume 其實這裡 就會錯了 因為我們有三款 但我們重複 只想用兩款 我們其實這裡 就要改掉它 我們不再用Lix Costume 先拿走它 我們在Lix Costume 就要按這個 叫做 Switch Costume To Costume 1 然後 等一等0.5秒 然後 我們就要 Switch Costume To Costume 2 然後再拿一個 Wade 好了 我們Lix Costume 就先把它丟掉 我們 玩玩 對,貓貓正常回 好 那我們 怎樣做 貓貓 如果被東西打中 的話 牠就會變成 Ouch 那我們就要教你 一個新的東西 又是Sensing 我們 到了這一部分 有一個Touching 它現在寫Mouse Pointer 對不對? 但我們先按進去看看 原來除了Mouse Pointer 我們可以選擇 Edge Edge 即是邊邊 Gobo 還有Apple 那我們被Apple打中才會有事 那我當然是按Apple 好 我們Touching Apple 拿下來 好 接著 我們回到 這裡我們就教了一件新的東西 就是有 Control 原來還有一些我們還沒用的 除了Repeat 10 times Repeat forever 之外 還有 就是If 什麼 還有 If 什麼 什麼 我們之前好像用過If 我們這次就用這個 因為 我們在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If Else Clause 如果Touching Apple 我們就會 Change to Costume Switch to Out 這個 好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怎樣 就會 就會 原本這樣 我們 Switch to Costume 1 Costume 2 我們就可以把 剛才的 Forever 拿下來 再把 整個 If Clause 塞到Forever 我們一起 測試一下 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 Globo 扔蘋果 Globo 開始扔蘋果 扔蘋果 扔蘋果 好了 貓貓一直都沒事 還很開心地笑 好了 來了 蘋果開始打中它 是不是 是不是 貓貓立刻變了樣子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做到這件事 我們呢 如果做到這裡的話 我們 遊戲 就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好了 但問題就來了 如果 我們一開始 就 教個 Globo 會扔蘋果 那我覺得太快 那我覺得怎麼辦呢 原來 我可以加一個步驟 就等 等 Globo 不會一開始 自己扔蘋果 他會等我的訊息 我們才開始扔 那我們就去 Apple Coke 我們 看看 When Green Flag 一按 然後就會收起來 我們直接 就會 複製出來 但我把複製的部分 先拿走 我再加一件事 我們就按Event 我們就加一個 When Space Key 當我 按個 Space 鍵的時候 我們 才會開始遊戲 行不行 我們來一次吧 好 你見 Globo現在沒事 沒有扔東西 直到我按個Space 是不是 現在 Globo才會開始 扔東西 好 我們停了 好了 如果 我們覺得Globo 也是扔得太快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 對了 就在Wait 那裡 0.5秒 我們改成0.8 或者1秒 他就沒有扔得太密 行不行 來到這一步 我猜大家都 開始跟進 那我們 上次教過計分 今次我們都想教計分下去 那我們怎樣做 我們就要去Variables 既然記得 下面深橙色Variables Variables 那裡 我們就有一個 新的東西 或者我們把My Variable RightKick 它就出了Rename 那我們就改造 這次是能量 我們就叫HP值 那HP值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HP 好 接著呢 我們按個 按鈕 它就會在右上角 那裡 就會顯示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 Globo的頭太高了 對不對 那我們呢 先調整Globo低一點 Globo 我們剛才是130 那我改了125 好 那Globo 就會 低一點 好 接著 我們第二樣 就是 要調整HP值 那麼我們呢 HP值是貓貓的 所以我們就要點上貓貓的Variables 記得 那麼我們一開始 它有多少血好呢 它有10滴血的 那麼我們就setHP to 10 那麼我們就要放去最初頭 那麼它一開機的時候 綠色旗一開 那麼它就會有10滴血了 好 接著 如果它丟中蘋果 比蘋果都合中 我們除了它想轉樣子之外 我們就要減分 那麼我們就在這裡了 If touching apple then switch to costume out 和第二樣東西 它變成HP to negative 1 sorry 是by negative 1 就是怎樣呢 它點到蘋果的時候 它就會扣血了 大家留意一下 蘋果丟下來丟不中 慢慢沒事 HP也是10滴血 但我扔中一個 它會怎樣呢 好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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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扣到這麼多? 我明明說扣一格 為什麼扣到負70多? 因為我們先看看 他每做一次的時候 If Touching Apple Change HP by Negative 1 但你記得邱Sir說過 他每走一次是很快的 其實他1秒就已經走10次 他可能不斷碰到蘋果的時候 就會不斷扣 但怎麼辦? 就很快扣完 我們要改 那要怎麼改呢? 我們就是在這裡 我們 Forever If Touching Apple 之後 要再加一件東西 就是要等 記住,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等待 0.5 second 或者1 second 就會剛才那個情況 貓貓就給一個蘋果 扣了幾十滴血 那現在我們再加一個 等待 0.5 second 我們再測試一下 那 綠色旗仔 一開始 H3也是10 那第二件事 我們就要測試他 乖不乖 聽不聽話 我們先打一個蘋果 咦? 是不是好了 他扣得少了 是不是? 但是他有時候 扣了兩滴血 為什麼? 因爲 因為 他這裡走的時候 0.5 second 他已經 太快 他的蘋果 可能穿過貓貓的身體 超過0.5秒 所以就會扣了兩滴血 所以 我們就把它轉為0.8 或者1 這樣 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一次 好 給一個蘋果扣中 貓貓會變樣 是不是? 然後第二件事 他的臉口 就會變了 然後他的HP 就會扣了 如果我們做得到 我們這裡就成功了 看不看得到 今次我們這個遊戲 多了些人物 以及多了些角色去做 我們有貓貓 有Gobo 還有Apple 然後Apple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扣 但是記住記住 今次教大家 Apple我們有一件新的東西 就是When I start as a clone 就是一個我們不斷重新 或者我們不斷複製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任務出來的 記住 我們這個可以控制他 復活或者複製的時間 另一件事 就是貓貓 我們這裡學了一個 叫If Else 的程式去用 還有 記住他扣血的時候 記得中間也是要Wait For 一個 Seconds 如果沒有Wait For 他們就會不斷扣血 可以嗎 今天我們一起做這個遊戲 做到這個位置 記得我們一定要Save 記得右上角 Save Now Save完之後 就要Share 到時邱Sir就可以看到你們的遊戲 做成怎樣 希望大家今次玩得開心 做得到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做一個新的遊戲 記住除了GoPro可以動 之外 我們下面貓貓都可以去做 好了 先交給大家玩 到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